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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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1977年夏天有完成的环球独业金融电信网络 SWIFT网络构造的开发和介绍中 并投入这个运营 好 那么这个SWIFT就相当于是一个金融的电信网络 我们知道这个电信网络 中国有几个连通移动 那现在这个金融领域 全球金融领域的成立了一个电信网络 叫SWIFT 这个SWIFT这个网络 那是汇集了全球金融领域和细体化领域的第一 开发的这个SWIFT 美国 欧洲领域等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 于1973年5月共同发起成立了这个SWIFT 好 建立了全球的金融电信网络 好 有这个电信网络以后呢 全球的通讯和这个金融的通讯 全依赖马斯网络 好 这个网络很厉害啊 这个网络的界面就是这样一个组织 好 那么SWIFT 输入SWIFT的电源头 我们下来几个顾问 就是说可以送门机代码啊 电号啊 然后电话类型啊 电话运机啊 目的地基地指啊 等等 目的行进啊 目的行进啊 就是目的行进啊 对不对 它都是有这个 它都是有这个 那么实体的安全基地 它首先是用这个 它有实体的安全基地 它有应件的一个备分 就是说这个你要说什么问题吧 有应件的备分 另外它有一个软件的安全基地 软件的备分 然后软件上面有个 还有硬件上面它也有些东西 这个一个集合分 还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轴纹划分 好 然后是CHIPS CHIPS系统 这个CHIPS系统是一个 所以资金雕拨的过程的一个系统 也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金融的侵畅 这个系统的话 是作为这个全球的侵畅业务 这个CHIPS系统就是CLEANING HOUSE IN THE BUYING PAYMENT SYSTEM 这个CHIPS系统就是CLEANING HOUSE IN THE BUYING PAYMENT SYSTEM 那么90%的外货交易来通过CHIPS完成 是国际 基本上是国际贸易基地提前的销量 也就是欧洲美元供应金交易中的 就是说所有的外货的这种 反正90%的交易来通过CHIPS 你看全球90%的业务市 外货业务市有CHIPS 它们就用微信上锁成行工业之类的 它的工作模式 又不是工作模式 它可以进行美元之后的国际往来 这是调谋 国际往来 欧洲贷款 美贷款 外面买卖对方欧洲美元 或者转积资金快速 这些是政治局的战线交易 这东西都通过 你看 全低化和美元支付的 国际和国内贸易往来的供应 这个很低化 我们知道全球的贸易 主要是一旦以美元进行减 那么全球的以美元进行贸易 整个国际和国内贸易 全在这个期贸易上进行 你说这个地位是很厉害的吧 全球的人 都是在美国这里处理 还有这个FeedWire FeedWire就是一个警戒 它是一个网络结构 它也是一个美国第一条 支付网络 它是叫支付网络 这个支付网络 刚刚讲的 它是知名的 是联邦处处处理系统 这个小通行网络系统 是美国的 是属于美国联邦处处理系统 所有的企业 它是美国内部的一个 它是美国国内贸易的支付网络 联邦处理系统 一万多价田园 这些转当 是处理美国国内大欧的金融化的业务 还有金融新的业务 但是美国自己的方式的性能力 每天平行处理的资金 超过一万亿美元 平均每米交易公司 330万美元 好 那么在这个 资金档上里面 参业资金是这种转账 政府啊 都要情绪相对 那它是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里 都没有很多话 这个进行这个资金 还有各种东西 研究 这个网络的话 就是研究 清算性的啊 它有各种体系啊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 分组交换网络 是吧 因为它这么大的银行 它肯定要 要进行分布式的处理交换网络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网络结构 网络结构 它们变成一个网络 好 那么它也引起一些 这个封建工资 进行这个封建方面的一些工资 好 这个也引起这个白云多资 封建这个业务的一些规定 那么大陆电子汇兑有一些过程 这个大陆电子汇兑的话呢 大陆电子汇兑的话呢 这个客户分布银行 通知中文购买客 通过这个电话电网络 阿发电机制 到这个银行 银行通过这个费的外套 这个费的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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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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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 好 那么信息流行 这个信息流行 大家可以看一下行的话 信息流行 这个东西就仔细地讲了 大概就是一个 我给大家聊的是 赵明东 和国附产A5是征判机 然后这款方是征判机 是吧 所以说这两个 这款方是征判机 这个是老远 那么费网号也是 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通过这个网络 什么网络 带网 这个地方通过 我和这些网络 这个地方是交易的 是吧 这样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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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的一个文字描述 那么国际上面 这个就是 国际上面 这个国际 它就通过这个 这个费款行A公司 比如说是柏林A公司 那么它首先到这个封行 柏林封行 是吧 这个封行的话 它这个得通过这个 准备可 到这个总行转租 是吧 转租总行 然后到中间行 中间行的话 叫做欺负 因为中间行 一本就是这个欺负式的一个 陈运产业 去外卫交易 是吧 然后到接管行 这两个行 都毕竟是这个欺负式的陈业 然后交通你这个行 这些美业外卫交易的 这种 主管发生机 是吧 然后到费款行 费款行 然后到新兴 然后就这样一个过程吧 然后就这样一个过程吧 然后就这样一个过程吧